哈喽大家好 阿伟现在人在日本大阪 今天的计划是带大家来吃大阪的早餐 首先来到的是宛福咖啡店 这间宛福咖啡店在网路上的口碑相当好 几乎每一个来过大阪的部落客 都会推荐这一间宛福咖啡店 外表看起来还颇有历史感 然后也有一种那种古典美 我们一起来进来吃吃看吧 为啷 哇沙米的味道 一點點 好特別喔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二間早餐 叫做Streamer Coffee Company 這邊的風格帶著一種美式的休閒風 好特別喔 很好喝的欸 接下來就來嘗嘗它的抹茶放散燒 也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相當好吃欸 我們現在接下來來到了新台橋北邊的商店街 要帶大家來吃的是第三間的早餐店 是這一間有非常多連鎖店的可頌咖啡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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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不同的可頌,一大堆耶 還有這個法國普斯 這兩個加起來是340塊 一個可頌加一杯咖啡是340塊 三明治醬咖啡是470塊 兩杯果汁,這邊是野菜汁 這邊是大阪重火的果汁 然後還有兩個可頌 他們這邊招牌 這個黃色的是鹽味可頌 這個呢是原味可頌 本來這不是所謂的原味 這裡面好像是巧克力 來吃吃看 沒錯,其實它是巧克力可頌 我覺得還不錯吃 但是呢就是裡面那個巧克力 是有點甜 說是對 接著我們又點了一份義大利麵 這義大利麵感覺好陽春喔 上面只有一點點的培根 然後呢它的底下的湯汁好像蠻多的 感覺有一點讓人擔心它的味道 來吃吃看吧 說實在的,這個義大利麵的口感呢 其實並不差喔 因為我覺得它的香氣很夠 然後裡面就是 那種培根香還有一點點胡椒的那個辛辣度 我覺得整體來說算是蠻不錯的 雖然看起來有點陽春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整個麵底跟它的底部的那個湯汁 有一點油這樣子 二樓的空間很大喔 而且比一樓漂亮多了 好,以上就是阿偉製造的三間大阪早餐咖啡店 希望你喜歡 那麼如果喜歡阿偉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以及右下角的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